习近平在谣传中露面 20大高层名单被预判 从深圳到新疆 中国大陆民怨爆棚 蓬佩奥声称 台湾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拜登12月份接待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投扬一个动作 河南近百只山羊 集体跳崖坠亡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在外界沸沸扬扬的习近平遭夺权的传门声中 习近平终于露面了 官方27号报道说 他参观了一个所谓奋进新时代的主题成就展 但外界疑惑 这番传闻是否令习近平本人的控制力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26号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日前为即将出版发行的复兴文库做序言 被认为是对谣传灭火 香港时评人士桑普更就各类传闻做了详细的分析 认为习近平故意隐身是在二十大前引蛇出动 因此同时中共二十大已经进入倒计时 关于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委员人选 网上开始传出不同的组成版本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 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大权独揽下 就算有李克强等不同派系的人马入场 习近平也仅是借着他们的专业 而不是受制于派系斗争而做出妥协 依照表定的议程 中共二十大闭幕隔日会召开一中全会 中共政治局的七名常委才会正式出炉 而海外资深时评人士岳山认为 对高层人事变动的预测和分析纷纭 要知道有多少是靠谱的 最终要看结果 他结合中共内斗的因素 做了一个合理化的推测 他对中共七名常委名单预判是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因为在中共突然垮台之前 习近平是会继续执政的 总理是胡春华 他认为胡春华作为团派的代表接任总理 这也是胡锦涛的心头事 这是习近平向元老妥协的一部分 而现在热传当总理的汪洋 在中共十八大就受到压制 十九大勉强任了一届政协主席 也差不多了 主要还是因为他有改革派的名声 当总理会给习近平左转带来阻力 岳山说 人大委员长会是丁薛祥 这是跟进栗战书的上位模式 政协主席是原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赵乐际本身问题较多 因为赵乐际仅是65岁 习近平只能将他放在政协主席这个闲职上 另外 现任中宣部长黄坤明 接替王沪宁入场 作为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 分管意识形态 党见和宣传 这方面他驾轻就熟 关键他是习近平的人 中纪委书记是陈敏尔 常务副总理是李强 岳山推测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韩正 会退出常委 韩正是因为年龄问题退了 栗战书退出 除了年龄还因为身体不太好 三朝鬼师王沪宁对习近平没有利用价值了 习近平的亲信要上位 王沪宁无处安置 只有退休了 另外 李克强可能担任国家副主席 在中共高层中排名第八位 因为习近平还需要他来充当党国的门面 毕竟李克强在民间的形象相对好一些 岳山说 中共红朝已经进入了晚期 二十大上来的领导层 也只是政权勉强维持之下的过度产物 在全球疫情收尾 逐步放开管制的形势之下 中共当局反人性的清零封锁却变本加厉 然而人们的承受和忍耐是有限的 目前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 从深圳到新疆 民众的怒火已经压不住了 在各地的大街小巷喷发 9月26号 网上传出多段深圳福田区民众 集体抗议封控的视频 26号 深圳福田沙伟村仅发现了一例确诊病例 当局再次祭出极端封控手段 民众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当晚奋起反抗 沙伟区上千的民众大喊解封 在大街上聚集 与穿着防护服的官方人员对峙 一名男子手拿宽音器 对官方人员喊话 叫你们领导出来说话 共产党说话放屁 不对线诺言 当局派出大批穿蓝衣的警察维稳 警察冲入抗议人群中抓人 民众向警察投掷矿权水平 现场发生肢体冲突 人们高声大喊 警察打人了 还有民众透露 有人活不下去 自杀跳楼 媒体不报道 民众从封控的小区翻墙而出 网民说深圳福田以前是逃荒 现在是逃逸 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中共国 需要翻墙逃难才能生活 其中一个小区的居民翻阅的围墙上 写着自由两个字 与现实的对比充满了讽刺意味 福田区的华强北电子商城 也爆发了商户抗议 抵抗23号以来的再次封控 大量的商户与官方防疫人员对峙 现场也有警察 商户中有一人领头喊 不许分控 不少商户跟着喊 还我自由 24号网上传出一段视频 一位身穿深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 张开双手 赤脚在深圳的街头奔跑 她大声呼喊 过度防疫 还我自由 数名身穿红色马甲的防疫人员 在女子身后猛追 随后 这名女子被多名警察带走 网民贴文说 她没有疯 是她活在一个大的疯人精神病院里 有人说 什么事都有一个临界点 或早或晚 在深圳爆发抗疫的前一天 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小区也爆发民变 居民被封控近50天 许多人快要饿死了 9月15号 大批的民众冲上街头抗疫 有人跪着哭诉 全家要活不下去了 视频迅速在网上发酵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当局宣布解封 有居民透露 等他下去的时候 警民已经开始对峙了 场面挺激烈 什么都看不见 只看见很多人 一层一层的能有上千人 尽管当局紧急的删帖 王家梁民变的视频 仍在网路上迅速的发酵 网友说 刚看完王家梁的视频 真的是很震撼 场面人山人海 从小到大 没有见过这种真实 王家梁居民昨天团结一致 全部出来抗疫 没有人做冷漠的旁观者 网友称赞 王家梁打赢了反抗封控的第一枪 是争取来的 也有人恍然大悟 原来反抗就可以解封啊 有人起义吗 我想报名 真的是受够了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一直以来对中共的态度旗帜鲜明 近日他又做出两个举动 直接怼到了中共当局的脸上 蓬佩奥9月26日再次到访台湾 27日出席全球台商经贸论坛 进行专题演讲 他在演讲中表示 台湾不需要刻意宣布独立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蓬佩奥这次来到了不曾到过的高雄 他说 不论任何美国人访问台湾 都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但也会看到相似之处 看到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 他们知道自由的价值和代价 甚至今天的许多美国同胞都做得更好 在谈到台商经贸问题时 蓬佩奥对台商与相关企业发出警告 去中国投资要三思 他认为中共当局对环境不负责任 现在世界主流趋势是保护环境善用资源 而中共是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 也因此全球有许多企业开始重新思考在大陆的投资 对于台商领袖在美国其他国家的发展做法 包括对产品供应链以及环境有益的对策 蓬佩奥希望不要低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全球必须积极努力才能有益于前景 蓬佩奥针对中共的另一个动作 就是他所在的美国华府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 26日发布了哈德逊夜话蓬佩奥指中国人民的第二集视频 掰开了中共的谎言 指出中共如何以种族问题来分裂美国 他表示中共散播 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谎言 但事实完全相反 他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之上的国家 美国并不完美 但美国为奴隶制打了一场内战 通过废除奴隶制 民权和妇女选举权运动 我们变得更好 更强大 虽然美国人为消除种族歧视做出了种种努力 但从中共的报道中只能看到负面的信息 蓬佩奥反过来指出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历史上最反华的势力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灭杀了几千万的中国人 发动了一场摧毁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文革 他不承认这些犯罪事实 对之轻描淡写 在视频中 他希望中国人能够参与到美国人自1776年以来 为自由而进行的那种辩论和竞争当中 因为中国人民有权享有更好的待遇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白宫发言人26日确认 拜登将在12月1日和来访的马克龙会面 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有外国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 这次访问将验证美国与最悠久盟友法国之间关系的深度和活力 相较于主持与外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议 国事访问更隆重且有更多的仪式安排 对于此次访问的重要性 白宫表示美国非常重视与法国的关系 两国关系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经济联系以及国防和安全合作 去年澳洲突然取消与法国的巨额潜艇交易 转而与美国合作 打造核动力潜艇舰队 让巴黎和华府之间的关系陷入了重大的危机 在此之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马克龙成为拜登在欧洲应对俄乌战争 与协助乌军作战的重要欧洲合作伙伴 拜登和马克龙最近一次碰面 是在9月21号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两人讨论了国际议题 包括支持乌克兰、伊朗问题 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以及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 近日河南徽县发生一起奇特的事件 近百知山羊接连跳崖坠王 消息登上了热搜 综合陆媒的报道 9月24号上午 灰县市回龙附近挂壁公路上 放羊人赶着100多只山羊 刚走出一个山洞口 头羊突然带着身后的羊群跳崖 其他羊也跟着头羊一直一直往下跳 放羊人损失了10多万元人民币 网传的视频显示 很多只羊跳崖后躺在地上 地上还有血迹 惨不忍睹 放羊人的朋友王先生说 当时羊群出山洞口的时候 正好有两辆汽车通过 估计使头羊受到惊吓 这才突然跳崖 王先生表示 他的朋友养了100多只羊 一下就损失了90多只 当天这些死亡的羊就被贱卖了 尽量减少损失 就这恐怕也要赔个大概三分之二 据报 山羊有一种习性 领头羊是羊群的示范 当领头羊走出前进的方向 羊群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湖南一名动物学教授表示 山羊群内多只羊 跳下山崖的情况比较少见 这起事件中的山羊跳下山崖 可能不仅仅是受到隧道内灯光的影响 专家分析 如果山羊仰在户外 也经常会看到闪电等自然现象 不会仅因为隧道内的灯光 便受到惊吓导致失控跳崖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提到了中国有一群这样的羊 头羊跳崖了 其他的羊都跟着跳下去了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 跟着党的伟大指引的人们 党要是跳崖了 是不是也会跟着跳呢 或者是党让你跳崖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要跳呢 有人说 那当然我不能跳了 我又不傻 那我跟您分享一下中共的入党宣言吧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六条规定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着党旗进行入党宣誓 视词如下 巴拉巴拉巴拉说了半天 最后一句是话重点了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就这一句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讨命的口袋 发誓为党牺牲一切是吧 把你的钱给党行不 把你的房子给党行不行 新鲜的儿女先给党行吗 要你的命行不行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委屈 你想反抗 去法院告你都得输 因为入党这个合同可是你签的呀 或者是死了化成冤魂到阎王那儿告状 估计你也赢不了 虽然人间的合同骗人不骗人的 阎王可能会有一个分辨 但是你这举着拳头发誓 那阎王可是要记录在案的呀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